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正在存在NG的I-Am 沒有人坐在那裡有懷疑 今集要說,終於等他做完了 我們已經存了多久? 三年又三年了 第一部是2010年的 我記得由CV第一次開始 CV甚麼?好像比CV早嗎? 我不太記得,總之CV經常都有 對,一次CV好像有得看,但那時候已經在日本推出了 上了,你的PSN已經看到了 我們今天要說的一套就是GUNDAM UNICORN 藍德水力拳 這套真的,我很記得我們不知多少年前說的 因為太遠太遠 我們是在第一集的時候 第一、第二集我們是盛散過他的戰鬥畫面 第一集有戰鬥畫面嗎?沒甚麼 第二集,即是第一、第二集一起說的時候 我們是盛散過他的戰鬥畫面 其實他的戰鬥畫面是不差的 老實說 我們在說浮遊炮的問題 以及機體的貫性移動在大氣底下 以及在太空沒有重力底下的表現 當然這套其實,很老實說 我先小人有關照我先說 這套是跟AGE同級的 我覺得是 當然,我只是說他在劇情上 他的畫面上故意不是 不是,有位網友曾經對我提出過一個好處 AGE應該做不到的 就是,Unicorn之後 加入機戰可以打宇宙大怪獸 AGE部也應該打不到宇宙大怪獸 直民星炮也擋得到 有什麼做不到的呢 GUNDAM做不到的 你要明白在舊世代裏面 所謂的新人類 他們是無所不能的 應該是負野新人類裏面 實際上是超了超人的 而今集裏面其實 GUNDAM UNICOR 裏面的故事 其實都是延續新人類的問題 那道理上是麻煩了 是繼續延續新人類之爭的戰鬥 其實我們這個都會由頭說 因為之前太久了 我們不會叫大家回答 我都不知叫你去看哪集 哪集開始聽 我都忘記了 瑪莎逸集之後 3年之後 0096年 最主要是由這個 拉普拉斯的盒 但問題是這個盒要一個Key Key就是Unicorn這個機 因為這件事就是 為什麼這個 財團 不思特財團 這個財團 為什麼能夠在 宇宙世紀中可以輕盛的原因 就是因為 它持有這套拉斯的盒子 這個盒子就是 加入了聯邦的一些 秘密 不知什麼 總之是加入了一些東西 所以聯邦 就不得不能夠不和它合作 維持了所謂的共犯關係 去到就是當Unicorn這部Gundam 做出來 Unicorn這部Gundam 其實就是做出來 就是為了開啟這個盒的鎖匙 但是最初我看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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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完全不會明白什麼叫盒 它的鎖匙是什麼 第一個感覺就是 那個盒究竟不是一個要塞 不是扣步機進去 轉了一個圈 再轉了幾十度 後來又想想 不是 如果你的盒是用來威脅政府的 那你怎麼用鎖匙出來討論 不是 你明白 鎖匙是踩入掛盒裡 即是說 既然當他在鎖匙裡 光靈的鎖匙就插進去調查裡 然後離開它 這是踩方法來的 問題主題就是 其實 財團那邊 真是霸子的阿爸 他做 可能性之修 他希望改變某一些東西 但是 這個人的概念也不太清楚 他究竟想做什麼 其實呢 其實是不知道的 應該說 這個故事去到最後 這個財團做的事 其實你是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當然這個財團是分了兩派的 你可以說 一邊就是阿爸他老爸那派 另一邊就是 姑媽 她那派那邊就是 跟聯邦合作的 即是共反關係 老爸那邊就是 我相信人類的可能性 但是老爸現當家 所以老爸被人被淹了 他老爸就說 為什麼要跟新智慧去合作呢 他做得這件事 若然這件事成 他應該知道這個盒是什麼 這個人應該是要 不知道 即是如果不是 他知道這個盒 是 蓋著什麼 然後 他做一條鎖匙出來 就想交給 新智慧那邊 希望就是說 如果你們走的是 一條正確的道路的話 Unicon就要幫你去引導 去開啟這個盒 與之與聯邦對抗 對 即是被一架飛機拉燈 好像 不可以這樣說的理由 我覺得 差不多 在故事中 在故事中 其實這套事中 都是充滿著不合理的地方 即是一開始 公主 Oddry 他叫你這樣叫 我叫他這個名字 這個名字容易讀 因為 Villy是容易讀 隨便 人個人個人的喜好 人個人的喜好 人人叫得多些 名字對我來說 全部都很難 公主 偷偷地上了這個 直民聲 直民聲 即是他為了阻止這次交易 他親自出馬 而呢 問題在於就是 他阻止這次交易的原因是什麼 不知道 即是沒有說 一開始完全不知道 為了阻止戰爭 告訴你 這個公主她說的任何事情 好深的 你絕對不明白她在想什麼 告訴你 我告訴你 我是去到第四集 他做的任何行為 我都是不知道這傢伙想做什麼 之前看的 就是一年 他出一集我看一集 當時沒問題 我最後錄之前 即是那幾天 我一天 休閒就看了 還沒出一集 然後看了 發現很有問題 當時他那時候 他問他 他說 我來這個制止戰爭 那OK 我送你過去 我送你 我送你過去 我送你過去 我送你 第一集是這樣 那當然 其實 把子這傢伙都是有少少老殘 有少少中二病 不是 都可以這樣說 我突然之間有個女兒跌下來 如果不是她救她的話 她已經死了 這個故事就完了 這個故事就完了 不會完 那沒有公主後面的人都知道 沒有公主她不會拿到 那就是 那這個是一個 蝴蝶效應的因果關係 你錯了 這個是Gundam第一集的必然效應 你別管 那 故事裏面 當他救了奧奧妮之後 奧妮第一次說 你別管我 是的 我真的心想 要不要這麼快 過橋 真的好快 我 撐你個快 老實說 我是救了你 我是你救命恩人 即是你爹跟我說 你死開 即是即時好人卡 你別考慮過拯救方 不是 你在拯救左支戰爭的同時 請你留意 你自己的命 會不會冷過水 即是由她底下跌下來 到救她 如果救她 那是一條心甘手 或者小氣小氣的人 即是一巴掌 真的好不實感 我覺得 其實看巴尼是一個窄難 就會欺負她 所以欺負她 當然 他可能看穿了巴尼的一個喜歡性 然後就說了很喜歡 我就是為了左支戰爭 然後巴尼說 哇 我的時代終於來死了 然後就帶她去她老爸的棺底裏 屋即是不是棺底 差不多了 去到中途裏 他問巴尼文治 問阿奴尼任何的事 阿奴尼都是十問九不認 他就說 你不要知道這件事 這件事 這件事不關你的事 很危險 就是直到跟著是 去到就是 無論 馬尼潭 他叫做想捉回阿奴尼 那個時候 到阿奴尼用救她之後 扮那字 不是扮那字 跟著都是說 你不要理那麼多 不關你的事 直到 這個 這個對白 去到他老爸的棺底裏 把子去 然後說了一句 我陪著你 接著他說 不關你的事 說你去 是 是 很好笑 好像他老爸問他 公主這個 是不是跟你同分 不是他不關你的事 那你走 然後老婆說 這個已經不是死不死的事 你當我 從救你下來 到現在做的事 是什麼 我跟你不關 真的 接著他說 你是兵 分腳仔 因為你是 走過來 那當然你說 把子都問了他 他一旦就說 你知道說一句 你需要我 我隨時為你效命 分腳仔 因為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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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應 那當然 觀音他就說 你 跟我走出去 沒有辦法 由這傢伙 你見到他 我先 不論這傢伙 是不是 為了什麼大義 這傢伙 是 作為一個 基本人 的器量 基本 作為一個人類的器量 已經不講 新不新人類的問題 他作為一個 基本人類的素質 他都沒有 即是 沒有禮貌 你 這傢伙 這傢伙 我都說 從第一集開始 他都是為了阻止戰爭 但是 在整個第一集 到他走出去之後 他究竟想怎樣阻止戰爭 他就不知道 其實是不知道 最後就被那個 挺不錯的 BGM unic 這樣完 你覺得很好看 藍尖 那裏 前年那些問題 可以無理 然後 其實 整個第一集裡面 你細心看回整個物落 然後 聯邦軍 也都為了不讓獨角獸 去被人搶走了 而去進攻這個靖民星 然後 新智戶那些人相應 也同時進行反擊 然後 他老爸 就是因為這個情況之下 就中了榴彈 上了一部Unicon裡面 高達的慣例 就是不小心 就要坐上高達 他不小心 老爸你弄了 殺身很小 他沒有想著給他的 其實是 他都說自己的 都拿不到這部機 肯定被人拿 他其實不知道 你被不被人拿 你不知道 他不是新人不來 他老爸 他老爸 設定了這部機 然後看著他 說世界還是未來還是王子 總之差不多 就交給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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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可能都知道 他是他的兒子 他一直知道 他是他的兒子 也在故事裡面 後段他都說 其實 老爸一直是受 這個 不知道什麼的訓練 總之是為了坐Unicon 好像說到 嗯 而他媽媽就是因為 不想他接受這個任務 而將他帶走 嗯 那 那個問題就來了 其實呢 你去想一下這件事 問題就是 他跟自護 阿南長 阿馬一坦的Master 說話的 他說 我給你一條鎖匙 我不會告訴你 一個傷痕的 那就是找笨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條鎖匙 是你開不到的 不是你用不到 因為一六個獸 要找新人類去拿 找發新人類的問題 要 at least他要是一個新人類 或者強化人間 應該都可以 理論上 應該可以 這個你可以解得通的 就是說 可能任何一個新人類去 做了一個指紋認證 認定了 Unicon 就是他 只可以他要渣的 那已經可以了 可能就已經可以了 那但是 那個問題在於 其實這個 其實有一點解釋不到的 就是 他老爸是想交給自護 為了就是 看看新智會 有沒有這個新的可能性 交給他兒子 又什麼 他兒子不是新智會 當然 他老爸可能想得很心軟 那時候他走投無路 我知道你是兵 你一定是去回新智會 那順理成章 我交給你 那自然會交到公主的手上 交到公主的手上 就是交到新智會的手上 整件事其實是 根本 如果那時候 兒子不是送公主 他根本就來不到這個道方 其實他都死得很幸福 他死前可以見到未來的媳婦 你最重要是預先 你設定一開始 一開始穩定人 監視著兒子 要帶兒子過來 先坐高達 而不是讓兒子亂走 走走走 剛剛走得正 你家裡的位置 可以坐他那部機 可能性之受 這樣的可能性都可以做到 就是最難度立場 是概率性之受 隨便 這個不是可能性的問題 好 尼加出了這麼多 這個 媳婦帶來的兒子 剛剛那些人會回來 有些人 你死前 有個機器給你設定 大哥 當然拿了這個 第二集 其實沒有太多 的事情 最主要就是 巴治 坐上了這個 Unicon之後 然後飛出了 這個 然後上了 聯邦軍的 藍 Iakama 對 Iakama 某程度上 他算是聯邦 第二集就是 紅水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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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件 可能叫肥水星 中年法復就算了 魏馬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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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想看 魏馬沙 魏馬沙 為什麼不能 叫呢 魏馬沙 我又不知道 因為 他 名片上面 有財團的人 他就是為了 拿回 Unicon 爲了 它不可以交到 至於 把新智序手上 影響 聯邦軍 跟機同時會影響財團的利益 窮返關係嘛 當然因為Unicorn已經被鎖死了 只能夠被Banaji 駕駛 不可以其他人駕駛 我覺得這個其實沒辦法道理 他可以解釋到那個系統 但是解釋不了最後 你當革命機吧 你當他爸爸的技術很高 高度就是沒有人可以做得到 總之就是不可以了 什麼事 你財都是在上面的 貨機不是爸爸一個開發的 要做你OS有多難 要破解那個OS 不知道為什麼這麼難 可能破解OS又不知道有什麼事 是不知道他 總之只能夠是Banaji Gah 同時間就是 Audrey其實都在這艘艦上面 上了這艘艦上面 故事跟著其實是說到 在遭遇戰裡面就不敵 而阿卡瑪這方就是被人禁住 然後就拿了Audrey出來 做人家 就說他是生治戶的 公主在我們手上 是的 停止攻擊 停止攻擊 然後跟著 阿威華沙就說 沒有證明他 所以我都會照樣打你 我覺得很正確的決定 是很正常的決定 最划算是 當然這裡我不得不提 當然要說Lidy少衛 阿里迪少衛 然後 新人渣 明哥成平人渣 就是一個健康又為青年來的 他在艾亞卡瑪上面的 他有一個靈格斯 很雲南來的 踢出擊 死敗 踢出擊 招逢死敗 他可以改名叫可樂 是的 過死敗了 大哥 其實他看到Audrey之後 其實他喜歡了這個 他搭糖搭到流口水 超一隻兵 不是這個變了狗公樣多些 因為他沒有什麼 你怎麼聽話 但是最神奇就是 他們說了一百零言之後 然後 Audrey就說 我要去地球 去地球做什麼呢 不知道他的 總之去地球 去地球之後就可以 阻止這個戰爭 你有沒有在Gundam的 什麼都要大氣圈突入的 他在前面 他知道 阿里迪 是他是誰 某某疑張的兒子 他就想靠這個疑罪 政府跟他說 是真正戰爭的原因 但是希望他停戰 你又有幾位大廈的 不關事的 當他知道李迪邵衛 是 議長的兒子 李迪邵衛是自己的兒子 我是議長的兒子 行不行 我沒有在乎 成功靠庫竿嗎 後女都靠庫竿 兩個獨立的兒子 兩個獨立的兒子 聽完他的説後 他就說 我帶你去地球 然後 阿里迪突然間 突然間 覺醒了 說 咦 是呀 我可以去地球 我去地球做什麼呢 但是 然後 無論 其實最划算的 就是 在這個戰爭期間 裏面 阿巴治的朋友 那個女生 那位 顧重耀 問他 你 你走 人智來的 然後 阿里迪說 我必須要去地球 我必須要拯救這個危機 但是什麼危機 我不能夠告訴你 總之我要拯救這個世界的危機 然後 那個女生好像很明白 走 走 做什麼事 如果全世界都是新人類的話 我可以 我不是新人類 我當然聽不到他們說什麼 但是 很明顯 這個不是新人類不新人類的問題 但是 整套東西 公主 他說話都是這樣 沒有頭沒有尾 最重要就是之後 互存了 那時候就不要出來 有 最後叫他一下 為什麼我要跟AGE 他跟AGE裡面的女兒是沒有分別的 那些老婆 那些青梅竹馬 是沒有分別的 那個監東腳位 都是坐在一隻艦上面 你坐了 青梅竹馬 是打腫的 他這個沒有打腫 那他只是做了第一季 咦 那AGE裡面真的 山田 山田 他沒有死 但是 小說是好像死 我這個忘記了 不知道 他叫做什麼 他是很想做一個 舊世代高達那種感覺給你 但是 其實那個感覺不是這樣做出來的 你不是他們懶惰的 你懶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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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到的 我懶惰的 我懶惰 但是我懶惰的 我不是我懶惰的 問題 是他真的沒有說的 問題 我終於明白了 你懶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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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懶惰了 我明白了 因為歐特尼的說話搞不答法,沒有聽明白的,所以他過半月經濟 他問他說,為什麼你要走? 然後他說,我必須要去拯救地球,你覺不覺這兩句話邏輯上是有問題的? 我問他他說,你正在做什麼? 然後他說,我必須要去地球,那是怎樣? 他們兩個是沒有任何的對白,是有任何的膠質,但是 當然,我這個不得不承認的,他是給你一個很高深的感覺,但是你明明他講什麼呢? 我沒有這個博士學位,其實我真的不太明白他講什麼 不是,你不是新人類你不明白的,你是新人類C首先,新人類感應你這個學生 我首先真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Ian和尤馬你們明不明白那幾句話可以解讀成什麼,但是我真的解讀不了 我不用明白的,我只知道他後面拿地球的東西,什麼差度都可以,是不是? 他說,下地球搞定,下地球都是做不到東西 他可以下地球喝咖啡,扮中產 他可以下地球都做不到東西,原來議長做不到東西,算了,他就坐在那裡 這個問題的中間,不要理這段那麼交易,我們說一點點戰鬥,在這段裡面,當然我們要說回NTD的這個系統 NTR系統 是正確的,我之後告訴你這個為什麼是一個NTR的系統,好嗎? 這個NTT系統其實最主要就是,它是 它最初期,即是在他父親之前,最基礎的設計那時,它是 一個新人類殲滅系統 殲滅 當然有兩個解法,但我比較更加討論它就是 它是New Type Destroyer OK 它是當感應到有新人類,或者疑似新人類,即是強化人間的存在 共鳴 它就會共鳴,然後暴咒 就會開啟這個NTT系統 初期也看見 那麼八名 八字其實是被NTT系統支配著 它其實是 Unicorn這部機體裡的一個配件 它是電子 即是舊開關就是yes and no 哈利路亞 即是它是阻止不到,這部是近似一部Eva的物體 即是它是完全阻止不到,尤其是 開頭其實 通常我們在Gundam裡面,通常是一些新的系統 諸葛無能,沒有辦法介意 然後又要死一兩件,然後它才能駕馭到 那樣 EA號其實呢 它行一個類似的東西,但是 尤其是有馬爾一直講的問題 接著就是NTT system,就好像回應八字 它們去呼喚,然後你會說 我掌握了NTT system 然後下一集我會說 你不要那麼生氣,你那麼生氣 我又控制不了了 然後我又要爆了 即是周而復子是去到第六集 他才勉強 都沒有 其實 勉強,你已經是神了 NTT system去到第六集都是駕馭不到的 因為是去到李迪少衛 他拿這個報索女妖的時候 他都說 你不要這樣 我又忍不住要打爆你 我要爆了,忍不住要 他沒力氣 他去到第七集 突然覺醒成神之後 然後他才叫做真正的 這個NTT system 然後就變成北斗之決 這個不要理會 但… 作為Unicon 就是這個變身 其實浪費了時間 他每集都 變身的時候 其實都浪費了一百分鐘 其實都蛇過了一分鐘 沒有一分鐘 好像就接近了 OK 變形金剛 那就是所謂的戰鬥力大波提升 當他爆上NTD的時候 就是遞薩利的光速時限入 因為那個精神骨架會產生疑似艾力場的效果 然後再控制薩蒂利的防火炮 我認知中這個紅色骨架發動的時候 應該可以操縱了新人類的機體和感情 作為Liu-Pipe-Destroy的系統 他所有東西都是為了克制新人類 而新人類最強的是在戰爭上帶防火炮 這就是他初期的設定 記者初期之後你有沒有看到這個設定 沒有人用防火炮 不是的 是戰手來的 即是說他設定是對付新人類的機體 即是毀滅新人類的機體 但是之後你見到他的定位已經不是這個 他有新人類功能 但其實我不明白 對抗新人類或者新人類用的機體 關於鎖匙的定位是甚麼事 其實我看起來都不明白 這個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另一個的解法 NED的系統是NU-Type Driver System 純粹是 即是GNO 專用於新人類用的東西 而在故事裏面 我們最後也知道 就是其實 他希望有一個新人類 可以拿著這部影片 找到那個盒 看到那個盒裏面的內容之後 他做甚麼 這個就先說 因為這件事是很膠的 所以我不想先說 所以先用鎖匙剛才說的問題 必須要尿太或者你是強化人間 而交給新智戶 其實我想某程度上都是這個意義 因為其實新智戶那邊最多尿太 最多強化人 最多尿太這件事 不會是 嗯 當然在這一戰裏面 伊迪少衛就拿到一部新機 拿到一部白色 然後就帶了這個奧奴列 飛回去地球 那隻 白色改的 其實是白色 因為白色是有變形框架 因為原著裏面的儀式 因為它不夠技術 所以沒有變形 不是 儀式是做不到變形框架 然後放棄了 其實 其實白色是初期之後 然後白色的計劃是放棄了 白色的計劃是一個設計的錯誤 令白色是不能夠變形 之後變形就有了setter 這部白色是一個setter的骨架 才可以變形 所以這部白色不同 那部白色 所以它在降落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目標好像 要飛過去 飛得一會 我們要 不肯定它是不是 飛得回家 所以我盡量試一下 包飛下去 不,沒關係 對它來說 其實 Oderley 剛才我們一直說過的問題 就說 落地球做什麼 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它做什麼 找議長 其實它不是找議長 其實找議長 其實是你們的意思 你們是想帶它回家 看到建立啊 禁錮它 不是 MPD 帶它回家 反正在中段裡 它是被新智戶捉了 其實這一節 很有代入感 因為我那時候 你又被人捉了嗎 不是 很有代入感 你代入了什麼 AGE第三季啊 但你見到它 當然它 火星風暴 馬沙仔 問了它一大堆 禁錮馬沙仔會問的 這就是AGE第三季 那個議長問 大叔 毛毛議長 跟它說了一大抽道理 然後告訴它 UNICON對它來說是有點壞 叫它問 可不可以交給它 和加入它們 然後讓它們體驗一下 讓它們有貧民的生活 為什麼讓它們有貧民的生活 其實不知道 其實不知道 有個示範單位 你只是在家裡活動 你有沒有看地方 這麼不寒 其實它那裡 亦都是說 很早期 叫做 無意坐上Gundam之後 無意識就是 駕駛者無意識 這是一場戰爭 或者它在這場戰爭裡面 它作為一個戰鬥單位 它其實是殺了人 其實是想做回 營造回這個 團團出來 炒果 當然我們偉大 他出去說 神經病 我也是被迫上梁山音 老實說 你射過來 我也是射你 反射動作 當然你說 被他殺死那傢伙是因為 那場戰鬥裡面 就說 不要妨礙上校打 我們在外面看就可以了 因為就是掛著看的關係 所以 其實這一個 是他本人的問題 多於是巴拉茲本身的問題 他是吃花生 所以其實 當然 智戶那幫人 其實是 都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他們不可以 他們不便說出口 他們不可以說 太膠了 太膠了 他就被你害死 不過你不用介意的 這件事其實你也不想的 他這句話 我計算 我數過 他說了三次 其實你是很介意的 他們是分了幾個人說 我明白的 這場是一場戰爭 戰士在這裡 就是一個戰隊的單位 你加入了一場戰爭 就無關對錯 他的死無關你的事 這些類似的對白 是說了三次 是由三個人 不同的人口中說出來 其實這班人 是很介意這件事 但是他又不敢說出來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原因 就是說 沒辦法了 這傢伙怪著看電影 看到死了 很難怪其他人 我們怎樣也有個理由 不是的話 很難追風 難道說 死因 體水而死 年升兩級 就是因為這樣 你不可能這樣做 整件事 不可以的 被聯邦軍的最新的機體 擊落而死 是 年升兩級 那是不是好很多 整個sentence 是 最封低的價值 最初我都覺得 拿回Unicon的位置 其實是很划算的 當然 你說這個是 上校大人的計劃 來的 是特意給你拿回Unicon 但為何被他拿回Unicon 就是 這件事 我為何會和AGE相提並論 你回去 我不妨礙你了 當然 上校大人 因為他 安裝了 System 在Unicon 可以感應到 NDD發生的時候 然後 所有的數據 就可以知道 這個盒的下一個位置 當然要不得不提 這件事 盒 不是直接 告訴你 位置在哪裏 一個Mission的任務 而這個 的代入感是甚麼呢 這套是一套 Wobotic Lock 你是去到指定的位置 做一些 你去到指定的東西 幸好不需要做指定的人位 你和我殺夠30個生人女 我就會告訴你 那個位置在哪裏 幸好沒有這件事 那個System就是 你去到某個位置 開啟NTD這個System 就會告訴你 下一個座標在哪裏 這套完全是 類似的劇情 為何要這樣做呢 其實這件事 去到最後其實是甚麼呢 是沒有心意的 這件事 對我來說 這個位置 完全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在每個據點裏 他都拿不到訊息 而 阿伯一節 人生的體驗 是建基於其他人的死亡 在每個據點裏 都有人死 他走到必死去哪裏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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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當他回到阿卡瑪之後 另一場大戰 被迫讓他降到地球 又是沙漠 沙漠 沙漠沒有打過 5型 這樣說 沙漠沒有打過 所以他們不算 是不想掉進去 沙漠那場是因為 他和上校阿爾瑪莎 他在擊戰的時候 然後就是 又不小心有一個人 中了流彈死 其實 沙漠你 爸爸所有的激罪 都是不小心的 其實 不可以怪他 又一個中流彈死了 不過這個好一點 這個 起碼寫份報告 是比較容易寫的 這個 為局man 為主人擋彈 阿掌軍擋彈 其實他為了上校 然後不小心 那個彈就射到他 然後把字 降落去沙漠地區 然後當然我們時間一轉 沙漠地區 去到這個地球聯邦之後 我記得是議長 是議長 說了些什麼 其實又是一個很深厚的問題 我也是聽不明白的 其實我沒有什麼政治智慧 證明我這個人 真的 去到這裡就說 你來這裡是做什麼 議長問他 我來阻止戰爭 議長又有政治智慧 議長說他好像是明白他講什麼 我看到是 但是跟著做了些什麼 跟著又說 但我不可以幫你 跟著就叫做什麼 拘留式 其實 留下了阿奴利 在這個 官邸 在這個 官邸裡面 然後 然後你們少衛 這位角色 開始令人討厭了 他開始就 跟著 其實 其實 你們少衛帶他回來 是做什麼 拘留了老婆 阿奴利 阿奴利的目的就是 不知怎樣去拯救地球 而你們少衛 就是 跟他老爸 聊完之後 就知道阿奴利 就被他老爸 禁固住在那裡 然後 你們突然說 只要加入這個家絕的話 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他說 這麼深厚 你講這個問題 那就是求婚 你嫁給我 他這個問題是涉及了兩樣東西 第一是他私心的愛意 第二是什麼 他說 所有事情都解決了 包括拯救地球這個問題 那我又要問一個問題 加入了你的家族 和拯救地球 的關聯性在哪 當然這些這麼政治分析的問題 固然我都是不明白的 其實他有沒有拒絕 有沒有 就是他沒有拒絕他的 他沒有拒絕過他 他沒有答覆過他 即他的response 被他抱著一陣 然後出去了之後 跟著奧特尼走 試圖逃離這個官大 但是這個人又是很有趣的 當他逃去了一個咖啡店之後 然後他跟老闆說話 然後就說了一大抽 世界大事 地球美麗 地球是什麼 我來到這個地球之後 感受了些什麼 然後跟著 他說完一大堆 喝完一杯咖啡之後 我就明白人生的哲理 我跟你們回去 品味咖啡 聽過沒有 人家品味咖啡在這裡 對 我不是太喝咖啡的 所以不好意思 一杯咖啡 我不喝咖啡 他喝完一杯咖啡 跟老闆說完一對說話 然後就說 我明白我要做些什麼 你又明白 聽君一直說 你四、五集裡面 你明白了很多東西 但是我一樣東西 我都不明白 師傅我明白了 是不是這樣 I am 你有些智慧 這方面 你明不明他究竟說了些什麼 他明了些什麼 你明明他明了些什麼 我覺得他很忠愧 那種內臉 他說完了 喂 他落地球 找議長去調整戰爭 我這個我很明白 我叫他解釋得到 那解方法完全不知道做什麼 你已經明白我的問題 你覺得這套東西 你聽得明白他說什麼 這場戰爭 最容易 正說他要fix的方法 他是要回去 新智戶島 然後跟著用他去派系的勢力 去阻止危馬沙那幫人 而不是去找地球 那條人 地球那條人 難道你和大家說 你不要再打過來 我們聯婚約一起打死你 有什麼聯婚約 那他就打什麼 聯婚約是利的思維的思心 不關他父親的事 就算都是 他父親是被人威脅要交他出來 他父親是沒有意識的 那算你說得通 只要Yunica 不交了他 這個世界就相互無事 就不會觸發戰爭 可能真的 這個也叫做少少理由 我下地球 左天戰爭 你下地球做什麼呢 即是你和議長說完事之後 就算議長說OK 上面OK嗎 你和馬沙那幫人是未搞得到 即是你是未統一了你自己的勢力的意向 你和下面那幫人去說話 這個我很膚淺的理解concept 當然大家要原諒 那跟著去到喝完這個品味咖啡之後 我又明白他又明白了人生的哲理之後 說我禁 即是應該說 威脅議長那邊那些人回去 你跟他們回去又可以怎樣 你明白自己的使命 你的使命就是被人抓 那我明白 那這件事我就明白 但其他東西我不明白 其實我 我實在我都提不明白 另外一篇商就是 這個Odly他品味咖啡 明白這個人生的道理之後 那當然我們另外一位 我們喜歡的主角都不停多樣 在沙漠中掄麵略到 水好緊要 哈哈哈哈 我一定來管水 我知道 我就是想你說這句 你說馬丁塔人的Master 和他說的那堆東西 是一些比較老身常談的東西 那類似在Gundam有的東西 當然作為一個喜歡 是沒聽過這些對白 所以是聽到Gundam 可以聽到感動流淚 然後就中了這個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然後就突然就說 好,我決定了我幫你們去找這個下個線索是什麼 然後是自護殘黨 什麼?博物館 博物館,什麼? 地面上是舊自護軍 那女兒叫什麼名字? Loran Loran 其實在這件事裡面,白痴好像已經有了個覺悟 他剛剛聽著一大堆人生道理出來覺得自己已經成為了自責 對 照搬 當然中間經歷過一段在戰爭的期間就是他打壓南央說 你這樣真是推人去死,我不會容許你做這些事發生的 我要拯救這個世界 地球的未來就加在我手上 你未來就開箱給你 你是工具人,你要開箱給你 然後他跟Loran那一節 其實我是很有 Gundam Destiny 阿珍和Stella 那一節的感覺 不錯 感情當然不同 但我有那個,我有那個 但我覺得你要補充一件事 就是第四集 博物館出來的那一集是很好看的 不是計小朋友的對話 他之前很多一連戰爭的機器 奇怪怪的出回來 是非常穿越的 你要知道 這是對舊世代的粉絲來說 這個固然是一個最熱的地方 然後還有另一件事 大家不要忘記 就是因為他出了這些機器 所以這些也推出了HG版 所以是很重要的 而這節Loran就駕駛他那一部 MA 然後這節Loran就加入了Akama的艦隊 然後跟著 同時間Loran就想說服Loran 停手 你 冤冤相報 何事了 你這樣做實太悲傷了 你 說一些很可恨的事 聽到無管動 很想打他 他聽到 簡單來說 他也是說到很哀傷 很深紅感受 其實他這樣說 殺人是解決不了你的 你心中的憤怒 只是會令到這個不幸的連鎖 不停延續下去 整套U.C裡面都是什麼呢 他把一件很簡單的東西 包裝得很深目 深目到你覺得 嘩 正 但是知道不殺人會死 很戰場就是這樣 不 他那個阿靶字 其實是想叫他放棄 收手 收手 過往平常的生活 你還有家人 你還有其他對你重要的人 誰知道那些人就死了 很重要的人 他那些人 Sniper 你要明白 下去左側是對的 當時他是暴走 他亂射人 但問題是 你不是說他很悲傷 你是說 現在真的任務 你難怪你射聯關軍 你不是射普通人 你是這樣說的 很明顯 那些人是 那些人 他叫他不要再 因為他濫殺武器 他說他不應該去做這件事 他真的有提過 但是沒有了 即是說 不要殺人 很悲傷 不要報仇 你走吧 然後 然後 那一下就是 因為其實 我看這一下 其實我對NED的系統 其實我最不滿的時候 就是 在前面 好像有個覺悟 他是控制到這個 控制到這個 然後 然後 一給一個 負面的情感衝過來的時候 然後 你不要這樣 控制不到自己 我要報仇 我瘋了 我自己在做什麼 哈哈 然後 另外一方面 就是 利迪 加入了 這個戰場 那些 就是 宇宙用的 踩了飛機 橫飛板 然後 他就 跟 爆了 說 你不要這麼謙真 殺了他 殺了他 沒得救了 快死 殺了他 救什麼 你救 然後 然後 直到 就是 為什麼所有女人都和你搭散 所有女人都和你搭散 所有女人都和你搭散 他來到之後 我覺得利迪在一個房間 又是女人 你每次都是女人 你 那裡怎麼大叔 你不會說話 第一段就是 瑪莉潭 第二段就是 第三段 又是女人 你每次都是女人 當然 利迪少爺 有份女生 然後他就說 射她 射她 什麼事 你說得好一點 槍 MDR 我就是要 直到最後 就是 羅蘭 他部隊裏面的 指揮官 戰死之後 因為 雖然是養父 你可以送我新生命 對 他第二個 第二個家 你可以說 對 被擊沉了之後 指揮官 Sniper 然後 然後 再次步走 然後 巴拉茲 迫於無奈 一槍 就 送她 歸西 都不知道 最後 巴拉茲 沒有開槍 然後 她搶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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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死了 羅蘭 對 這個 我記錯了 然後 終止了這場戰爭 另外 另一方面 因為之前 我們要不得不提 就是馬伊坦 之前被聯邦軍捉住了 再調整 再調整 強化人間 再調整 因為他們 可以reset機 對 握著 布桑 呂妖 就出場 黑色Unicon 對 黑色Unicon 登場 然後 這是第五集 我記得 第四集 然後 這一節 不得 Unicon 永遠是被人捉 因為這部高達講到她有多厲害 她心口掛著你 就是什麼 我是鑰匙 你不能殺我 而巴拉茲 都是因為這一點 而她每次被人捉住 每次都不用死 其實 去到這裏 然後 其實 我記得 是馬里坦的Master 跟 阿卡瑪合作 去搶回來 搶回Uni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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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搶回Unicon 後來去到船上 Master 即是艦長 又下去 雪德 馬里坦 這次的重點 不是他們的 重點就是 公主不肯跟著你們 走 就已經掉了 好慘 之前說過 Oderley 品味的咖啡 體驗了人生的道理 之後 他就被 邀請了財團 那一架 運輸機 到尼迪少衛 上次之後 剛剛 因為實施 阿卡瑪和 這個 MASTER 合作戰 的時候 尼迪少衛 正想拯救 Oderley 那時候 他說 一開始 其實是說了些 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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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那個位置 其實是很遠的 告訴你 一個 生命有危險的人 他就說 你先過來 看著他 看著一個 變態殺人犯 他說 不是 我解讀錯 我 是好像 對著 一個 變態的 強姦犯 就算死了 我都不會過 我 要保住 我的精醋 又跳下去 是那種感覺 但問題 你不是要 做些戰爭嗎 你怎麼留下 一條生命在這裏 他覺得 精醋是 比這個 戰爭 比這個世界和平更加重要 心想著 巴拉茲 你救我 阿兵仔一後來救我 你要知道 第四、第五集 Lidy的 黑人章情代 升到爆點 今天 偽強姦反情節之後 是很黑人章 這一節之後 巴拉茲 救走了 Oderley 和馬里坦 剩下一部布桑女妖 在這裏 然後你要見到就是 尼迪少偉 回身一望 看著這個布桑女妖 一切都是Gindam的錯 知不知這句是為什麼 他這句的前例就說 為何插Gindam那個不是我 你看這位少年 自從插到高達之後 奉長生氣 喬喬女 飛馬來 好像吃了奶尿牛肉 左手一件 右手一件 他不是討厭Gindam 他那句的前例就說 為何我無法插Gindam 這次機會不是屬於我 我扔的 他想起以前 插著魏白室的時候 對呀 類似半Gindam的成分 就是女兒坐在旁邊 是給我好心印象 他看著Gindam 一輩子都是Gindam 我一直想到前女兒 他這樣說 為何 Gindam的駕駛員 不是我 我不敢想 我是走不到之後的劇情 就是為何他會自然去插Gindam 他經營那個感覺就是 她說 只要我插Gindam 那女兒 就是我的 最少有一件 只要插到Gindam 這就是我的時代 那為何我插到Gindam之後 他最後插到Gindam之後 我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但給我的感覺是真的這樣的 他看著我 他不是討厭Gindam 他不是咒怨 他是咒怨 自己為何不能插Gindam 他也是一個妒忌 當然他某程度 他也是有少少妒忌阿Baji 其實有沒有妒忌的理由 是女兒 其實女兒也沒有很正面的說過 她想阿Baji 其實也好像沒有 不是 他跳舞的時候 叫阿Baji 喂 新人類感應來的 Lidy 不是新人類 難道會叫肥馬三嗎 你不要理 Lidy 那就可以了 是不是 那 去到這一節 其實開始有很多超科的東西 就是 調整人一個人 隨便說幾句 阿瑪莉坦 就 回來啦 我告訴你 新人類 這集調整人 其實是智慧技術 不是聯邦 聯邦 是聯邦 聯邦技術不成熟 不成熟 調整人 不是泰坦斯 泰坦斯就是聯邦 泰坦斯就是聯邦 你不是說泰坦斯是智慧的 這是我小學的時候 的錯誤 那不然他們是駕駛 那他們駕駛 駕駛 駛駛 你就是駛駛的 你真是 這一次 整個個故事的物落 底死在於 就是魏馬三去合流 然後進駐魏亞卡瑪,他們開始有些叫做 貼船 誰住誰客 現在是你有求於我,還是我有求於你 兩者差很遠的,他們一直是 誰做大佬 這是一個很小可惡的問題 我們先分開主持,現在大家雖然說大家落爛就在一起 但問題是誰落爛多一點 你回到宇宙,我們跟我們一群智慧的人合不合,他們就在一起玩 他們是四人的路 你們是船部找聯邦救命的嗎? 你們是被人中立了的 中間這一節裏面其實就是這個的糾紛 然後跟著 杜火線就是魏亞卡瑪的人就是想默一步的人 造反啊 不是造反,想靠船 看自己的船部主導 這樣就引起了魏亞卡瑪的一場混戰 對,還是是南內戰 是南內戰 但一要隨便被B-L佬把他壓制了 這一節其實有些搞笑就是他叫艦長幫手 他叫艦長幫手 他叫艦長呀馬里坦那個艦長幫手 誰叫誰幫手 馬拉莎 最後就是為了馬里坦 不理他 他那一刻的情感其實其實是很搞笑的 有一點調亂了才會有次序 因為他一直是說就是他Master其實是當了Marita是他死了的女兒的代替品 嗯 然後跟著又好像說他是我第二個女兒 然後跟著呢他之後又回答就說 比起這件事我女兒的仇恨才是更加重要 就是這個人是很confused的他做事 就是他突然說我應該放你仇恨了 我要保護的對象就是Marita 其實是 然後他另一篇箱上下說了兩句話之後 其實那兩句話說了什麼都其實是沒有說什麼特別的 然後他就說報仇重要一點 這個也不是我的女兒來的 這個原本的女兒的仇恨是否更重要的 然後就去 然後跟著呢 又突然之間 Marita說了一句 就是感動了他之後 他說 咦 他女兒的靈魂有沒有出現過 怎樣解決這件事 不知道喔 說什麼 那個說得是很奇怪的 那你不要管啊 整套東西都是這樣的 他不是第一個 不重要 我這個 我這個 是第六集來的 錢錢都沒有用 起著 那船吧 越後越不知想怎樣 又是收不到 因為其實呢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一直是這一類型 應該說是這一類型設定 就是 那盒很重要 那盒很重要 那盒可以改變世界 那盒是什麼 兇的概念 那盒會都一樣 等於AGE AGE System 高大救世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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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救啊 不知道阿 連女朋友都救不到 我只知道 Gundam CD 不知道阿 這個 你設定 我常常都會說,他是假裝心霧,他假裝說,有東西的,你不知道,你不明白而已,你看不明白嗎? 即是說,你知力不夠深咯。 我覺得其實有些U.C.迷,其實在這幾集開始的時候,就算沒有看,我一直有留意一些科林去說的,有些人都說,真的不知道說什麼,有些人就說,你不明白了,這些東西。 那不就要解釋了,但他又不會解釋你究竟是怎樣解釋的,至少我現在還未看到一個很確切的答案,究竟這件事是怎樣解釋的。 但我想就算你有沒有過去U.C.的經驗也好,你都未必知道他想做什麼,我覺得。 有時候我覺得,不是你拿不拿到那一陣的風格,那一陣味,是不是舊世代那一陣味,我是作為一套動畫去看這套東西的嘛,大哥。 好,就算你現在看回其實Gundam裡面,其實有很多... 沒有那麼多那麼虛的東西說的。 沒有那麼多很虛的,就是你最多覺得他們全部思覺失調,經常跟自己說話而已。 虛的東西通常就會是一些很最尾的人才說的,或者聽得幾句,不會那個主翼的角色常常都會說這類東西的。 究竟這個盒是什麼呢? 精彩了! 排盒! 這個盒其實就是在宇宙世紀開始的時候... 有個憲章,就像獨立宣言那塊板一樣。 憲章最後一條是被拆除了的,被拆除了這一條就是盒子裡面的內容。 因為盒子就是原本那塊,現在所謂的盒就是偷走了那塊憲章,那塊石碑, 現在新一塊石碑就沒有了最後的條款。 而最後的條款就是說,如果日後發現到新人類,那就必須要讓他們加入政府。 優先讓他們加入政府。 是的。 這個是笑話。 我聽到這裡就行。 那就是等於你現在說,如果獨立之學校就要優先讓他們做公務員, 所以就要拆掉他們,那些人就會反抬了。 當然,他解釋為什麼會成為聯邦... 尷尬的地方。 首先,如果這樣的話,其實聯邦政府是他們現在所有的流程是站不住腳, 他們不應該去反對新人類,應該是要擁抱新人類, 內白孩子加入我們吧,成為我們的領袖。 因為那個尷尬的地方就是,其實未必一定是他的, 那個尷尬就是,當年一年戰爭的自護提倡就是新人類, 聯邦那邊的說法就是新人類是不存在的, 於是就算戰後那樣,寶雷被監控啊,被否認啊。 這個概念其實一直是,他解釋不到這個, 他寫著說,如果有新人類出現,第一個問題, 什麼是新人類? 沒有定義,因為記得納石碑那時候那個是新人類, 還有他打到什麼之後那個新人類, 是可以爭吵的嘛。 什麼是新人類先? 什麼是新人類先? 你講的新人類是不是他講的新人類先? 現在自護了他們的新人類, 但是我又覺得沒有, 有的, 你也知道當年其實還沒有馬沙哥Price, 新人類的新人類, 他是聯邦軍當時納碑想想的新人類, 是不是之後, 預留世紀之後, 出現那些適用逃跑的新人類呢? 不一定是一樣的, 這個很重要啊, 這個是, 那個, definition 的定義, 究竟什麼叫新人類? 很定義啊, 未來人, 大哥,我怎麼動你? 未來, 未來當出現這個, 新人類, 即是你, 新人類沒有基準, 等於你OO裡面, 調整者其實沒有基準, 你也可以說實在不是調整者, 實際是變種人而已, 你可以說是, 你的眼睛可以發光的, 那他這些是有病的嘛, 這些是, 救官啊? 這些是, 這些是, 這些是看醫生的嘛, 你不代表你是進化了的嘛, 你不是變革者, 你不代表你一定是變革者來的嘛, 即是他們說, 這個就是, 人類史上第一個變革者, 他說了嘛, 我講了嘛, 我是人類史上第一個變革者, 我變了些什麼? 你猜我, 不記得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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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因為這個世界是不需要有人名的嘛, 這個世界, 大家是應該用共通思考的嘛, 應該用人名去區分的嘛, 那我就是生人類, 可以的, 你怎麼看都可以的? 但問題, 始終我覺得不完全認同, 因為如果你說, 一連戰爭那天提出那種新人類主義應用, 就是在那種, 即是防怕的那個定義上, 即是其實, 你可以說, 當然, 他在立碑那一刻, 從來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但是, 在過往那十年左右的歷史裡面, 在這個戰場上, 或者那個都市傳說上, 大家了解的新人類是那些, 應該這樣說, 我都認同的, 現在我們真的出現了新人類的名詞, 而新人類我們是有個定義, 那些人就會說, 即是你們現在說的是, 現在那個新人類, 即是說, 這樣的話, 即是說, 聯邦你站住腳, 即是聯邦其實一直都是怕這件事, 即是他不能爭辯, 不過你說, 這個爭辯的話, 其實是可能很多人都不信服的, 但, 這個不是問題的重點, 而問題的重點就是什麼呢, 財團這班所謂相信可能性的人, 即是那個老爺, 躺在那裡的老爺, 那這個老爺就是, 當年的暗殺者之一, 套了一塊石碑的人, 其實這傢伙你應該是打鑊他的, 這傢伙去到之後就, 我相信可能性, 其實整件事都是你搞出來的, 這個世界的所有元充都是你, 他很好笑, 他說讀了一條Key, 這條Key會分辨一些新人類, 有能力去處理這個盒子的人, 拿出來的問題, 不是, 他是說, UNICON是一部, 存在了可能性的, 假若, 當有一個新人類坐了上去, 而這個新人類, 經過了很多東西, 去到我們身邊的話, 我相信, 他就可以把這個盒子交給他, 譚晚尼路, 那一個做好丸書, 那就怎樣, 你明白, 如果之前說, 什麼事件, 在你完成的MISSION裡面, 毛巾獲取, 真的有資格開一萬八個, 而這個問題在於就是, 一個很搞笑的地方就是, 大家眾所周知, 我們看UNICON裡面, 即是那六集裏面 告訴我這件事 Unicon只需要去到特定地點 發動NTD 就可以知道下個地點在哪裏 而發動NTD的條件 你找一個新人類 告訴他 然後那個人爆一爆 地點就會出來 有一個其實是概念正的問題 當我知道這個是地點之後 去到知道我最終地點 如果那個人先過去過來的話 其實他一樣可以得到石碑 這條傻佬你都是躺在那裏 剛才說他叫做鑰匙 他叫做導航 而他說 OK 我當作真的如他的劇本所說 現在有一個人 來到了 我們知道就是 巴克治和Oderley 他們可以決定到什麽 然後馬桑來到之後 然後他說 這塊石碑 這塊石碑 這塊石碑交給我 又講了大理 那位老爺 講了一句 我覺得就是 他講了他一句說話 令到這套U.C. 那七集是沒有意義的 他都不否定 毅馬桑講的任何東西 其實 這塊石碑 不一定有新人類拿到 我頂你個肺 你講了些什麽來 你老懵懂還是你老懵懂 不一定新人類拿到這塊東西 即是說 不一定要拿U.C.C.到這個地方 不一定拿U.C.C.到這個地方 不一定拿U.C.C.到這個地方 即是任何人都可以來到這地方 即是任何人都可以拿這塊石碑 任何人都可以拿這塊石碑 那那個資格是什麽 要交給未來交給年青人 即是香港未來 即是交給任何人都可以 他的意思就是說 結果是怎樣呢 可能這個世界會再次爆發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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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 cares 我都死了 他之前講到為何要交 因為你這樣嚴選之外 交給一個實際有能力 運用到這個箱的人 大哥 不是怎樣交給人 你搞一大堆東西 整個財團開一部U.C.C.出來 原來就是想為你做葬禮 然後跟著就說 我是要 華麗的退場 A.C.裏面我要給你一個挑戰 越過這個挑戰就是我選擇 但是你如果不能越過挑戰的話 都不要緊 你都可以成為我選擇的人 這個就是 欲練神功揮刀志功 若不志功亦講成功 我這六集 這六個小時 七集 我做了些什麽來 我整個客人看到難片 你說了一大堆東西 我都明白 當然我明白 這條條約 是有多麽重要 而這條條約對我來說 是沒有解的 但問題是 他怎樣運行 你找這條條約出來 發掘的過程 是很膠的 然後對稱不到這個重要性 跟著才精彩 其實我覺得 其實就是 我們不要讓巴黎 他把折出去 開這個不斷七星權 不要管他 我們說 歐杜莉 他演說那裏 其實我覺得 是很有問題 演說的很廢 錯 一個穿著自戶軍服的人 然後告訴他們 我已經掌握了聯邦政府 他們收藏的秘密 但是 不要誤會 我不是用自戶的新聞說話 那你又穿著自戶件衫 你之前的衣服呢? 他沒有帶來嘛,你不要收拾 他一直穿著衣服的嘛 那時候才換的 你換一件智慧的衣服,你什麼居心呢? 你真的告訴我,我現在不是代表智慧的身份 那你穿著智慧的衣服來幹什麼? 你可不可以跟我解釋這件事? 我覺得又不完全是,因為他說他是智慧的公主 身為一件衣服是一個立場公主的事 我也是說一句話 你說是就是你,難道你穿著衣服就是公主嗎? Cosplay而已嘛,我夠認識啦 衣服不能夠代表你是公主的身份 但是衣服是有象徵意義,代表什麼? 智慧 現在你穿著新智慧的衣服 我會說 我發現了聯邦的秘密 聯邦政府一直在隱藏這件事 新人類這件事,講過一大罪病 我講完之後我會作為一個平民我覺得說 喔,即是聯邦政府不對 還有一個簡單的比喻 如果斯洛登洩露美國一大堆機密的那個人 他在洩露的時候 他穿著拉登的衣服 後面掛著普京的肖像 他會說,我想應該沒有人理他 同樣道理而已 你想說的話 你想打仗而已 然後就會去回家 咦,你不是要阻止戰爭嗎? 這件事真是很遠 沒錯,嘲諷技能可以擋住人 很明顯是擋了攻擊 我真是不明白 公佈了這件事 真是那句話 深信那句話是甚麼呢? 我相信這個世界的人 是會了解這件事 我真是頂你 我了解了你就挑釁我 我頂你個肺 現在 新人那邊就說 現在你告訴我 我一直受到的迫害 是一個不平等的對待 其實 我們一直應該是身處高位 我們應該是喝咖啡的 中產以上那些都是我們來的 現在我們要 你看到 UC裏面的貧民兜 那些人 那些人 都在那裡拿走 接著 救人類會怎樣 糟糕了 我之前迫害 新人類 我一定不讓他們 我一定不承認新人類 現在 你偽造的塊石碑 尤其是你現在穿著自護的股貨 我是自護的公主 我說這句話就是 自護造謠 自護為了混亂我們聯邦的根基 偽造一條條文出來 好像不寒 你信不信 石碑多一塊 現在就是說 這塊石碑是唯一的證據 有什麼證據 簽名 簽名可以偽造的 因為口同鼻咬 你這樣的話 然後說 你當解決了 那完了 第三集完了 解決了 上天的話就 我覺得是AGE級 最後就是 阿爺最後放棄了 大半世人對女 殺了我女的仇恨 最後就是為了說 我現在不可以唱 嘩 夠世主 不是 是生了出來說一句 你不要再報仇 你不要再報仇 你不要報仇 我放棄了 這樣的程度是 我抱著很大的期待 看這些 以如目面的聽到 好像不錯 好像不錯 當然我沒有聽那些人說 我不知道他們是嘲笑 不錯的 笑的 還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說 因為我看了兩集之後 我看了三集之後 我又開始等到尾 我才再看 我一直對那三集的印象出來 我那時候又不是很認真去看 我又沒有去了解那些公主的心意 他就說 真的很深奧 我真的看不明白 然後我想說 我看了七集的內容 我應該看得明白 但我看完七集之後 我看了什麼來 不知道 真是 很難明白 整件事 我很冷靜地去分析 整件事 盒子 是塊石板 一個小小的財團 拿著一塊石板 說它是真的 我可以說是假的 你不承認就可以了 其實 我們偉大的政府就是什麼 偉大的政府就是 講到什麼不承認 不再任何評論 否定 對 總之這件事已經進入了司法程序 不言之平 任何政府都會做這些事 對 我很簡單地說 我不覺得這塊石板 可以威脅到它 還有石板 你找些什麼data的東西 說開會的內容 一大抽的問題 等於你突然間 在不知道哪裏 掘到一塊石碑 原來香港以前屬於西班牙 這樣 石碑就是 諸元像應該做皇大 他的道理一樣 那個比較淺 那個比較淺 石人一隻眼 挑動王 實際的秘密就是一個 可以毀滅失人類的程式 我更好 中國傳統帝王 你應該是給我一個期待的落差 就是 這麼小的 一條條文就是 你不如叫自己上十戒算 好嗎 因為那條條文 前面搞落就死了 人家 人物很多 然後你最不妥就是 那個死人老爺 那個老爺 我最不妥就是 其實什麼人都可以 你一開始可以說 以這件事其實 如果 他拿到一塊石碑 其實這傢伙 講什麼的可能性呢 他就說 我總之 財庭又掠夠水 我條命就差不多了 都不關我事 公開啦 公開啦 還怕玩到 又說 我收藏了這塊石碑 好像說到自己 守護這個世界的未來而戰 這傢伙真是 當正自己救世主 你每一集總有些人 看到這條死路在發生 其他戰況是怎樣 怎樣去到最後這裏 我頂你 我真是想爆粗 其實這七集 其實很老實說 我知 《復醒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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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已經想要 plural 《復醒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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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醒 5》 《復醒9》 而開頭就是,第一個設定就說,讀過殺開啟的鎖匙,所以要搶讀過殺開啟的鎖匙, 然後去到中段的時候已經改變了,開不了鎖也不要緊,最後拿不回來, 其實聯邦是一直密謀想拿回這塊石碑的,很肯定是,所以他想拿那條鎖匙, 有條鎖匙就可以拿到那塊石碑,那我就不需要再被這個財情威脅, 而去到最後他又說,都是不好了,既然我和財情是共犯關係, 大家又好像丟碰了那條鎖匙,好壞聯可視他,大家都找不到, 那大家繼續維持這個共犯關係,你知我知。 其實挺好的,就是石直民聲炮那裏, 整個故事核心裏面瘋善的問題,跟著我們說,戰鬥方面都是瘋善的, 不是,你要給他一些credit,就是他七集裏面每一集都有一些部分, 第一集比較少些,甚至是沒有,都有一些自貨博物館的出場, 就算是最平衡反彈的第七集裏面,他的頭三十分鐘都有大量的博物館出現, 這個是滿足到眼球粉絲的喜好, 我看《Gundam Bill Fiker》算了,都可以, 我看這些好東西,我不是為了看這些,老實說, 我覺得是走入了一個盲點,你究竟現在是surf動畫的觀眾, 還是是surf舊UC的... surf模型的觀眾,沒有啊,你模型做到金神, 什麼可以穿越時候,看模型怎麼做... 你模型,Gundam Bill Fiker已經夠了, 怎麼改都可以,怎麼出都可以, 我將這場戰鬥怎麼打都可以, 沒有問題,但是你這套東西, 你出場我覺得你可以當是credit, 但你不能當它是一個... 以及UC和UC的框架, 你作為一套在UC年表, 你前面是麻煩,後面是App Call E, 你機會跟我說,出部可以有再生能力的機體, 出部可以臀拍檔, 成為星炮的機體, 出部可以時光柱的機體, 是完全沒道理的... 其實這一次,我要提醒一下, 當然這一套裡面, 死得最慘的一定是Malita, 其實我覺得不需要死的, 他不需要死的, 你見到整個Massar旁邊的機友就不需要死, 他不需要死, 他不需要死, 當然,不得不提這套戲裡面的賤人, 利迪少衛, 他瞬間洗白, 他也不需要死, 他一開始是帶著滿看的仇恨, 他為了追殺巴治, 他不停地說, 沒有你, 就沒有那麼多事發生, 因為我也坐上了Gundam, 如果沒有你的話, 我只有一個Gundam的假腿者, 這樣的話就是我左手抱去右手, 握槍也是沒有問題的, 什麼叫握槍? 你們那位其實是人生的失敗者, 我說的失敗者是, 他是屈服於現實的任何情況, 他覺得他自己, 他沒有辦法改變任何事情, 他說, 他就是想保障自己的小天堂, 不受影響, 又說服Oderley說, 你不要搞啦, 你跟我來啦, 你世界末日的那些鬼事啊, 大家happy hour兩個小時就算了, 那種這樣的心態, 其實他是一直, 而去到就是, 他拿著布桑女妖, 去跟這個巴治打的時候, 然後跟著, 他帶著那種仇恨就是, 他純粹只是對巴治的宣洩, 他不是對任何東西, 他是一個沒有信念的男人, 他的信念就是說, 總之我現在很痛苦, 我這麼痛苦的原因就是因為你, 他把任何東西都怪掉給任何人, 然後跟著, 當他殺了阿瑪麗彈之後, 我錯了, 如果快石碑是一個核心劇情上, 我會有差的地方, 這是一個人物角色上我想有差的地方, 即是他瞬間將一個, 你用了兩架, 他突然之間, 他殺了一個人, 他就明白了人生的哲理了, 他又, 瞬間洗白, 整件事就很呆在那裡, 他就, 然後呢, 洗白的意義是做什麼, 多過盾黨派, 如果你要去到後面, 報到, Unicon是這麼神的話, 我是不需要布桑女妖的, 還有, 這部東西是一部創造的機器, 設定上其實, 都是財團製造的, 和, Unicon的規格是一樣的, 甚至其實, 規格上比Unicon高級少, 沒有裝上, 你可以說, 規格上, 整個系統的系統是規格上, 但是, 唯一不同的就是, 沒有盒, 沒有電池, 沒有那個盒的定位, 在內容的所有東西, 是沒有這件事, 所有規格是一模一樣的, Unicon做到的東西, 理論上, 布桑女妖都做得到, 把子坐在布桑女妖一樣有同樣的效果, 找不到那盒子, 就沒有女兒追她, 那差很遠, 被女兒追, 不關於Unicon的性能, 有任何問題, 一定知道, 跟著呢, 瞬間洗白到, 那些鞋子死得很無辜, 所有人都忘記了, 所有人都對, 除了男長, 利利少衛是沒有任務, 寬容, 很寬容, 是好像沒有死過人, 沒有死過人, 是Ennep a master, 雖然他沒有跟利利少衛直接有對手, 但他的感覺是, 沒有死過, 加油吧,精神應援你, 快去衝過去擋跑, 麻煩你, 他沒有說過的, 他所有之後的行動, 我感覺就是, 其實馬里坦是不是沒有死過? 我現在想起是, 你看馬三沒有死, 馬三死了, 馬三死了, 死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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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後說一句, 跟馬三的靈魂, 跟馬三說, 未來是怎樣? 不到我理會了, 交給下一道, 他這句的前來詞也是什麼, 跟老爺一樣, 我都死了, 不好意思啊, 但是其實那個時候我覺得很意外, 他突然看到, 哇,阿古哲司啊, 整個故事都很奇怪, 跟著就是, 無緣無疑, 迫力是想做回, 當年阿寶, 曹溫歷史, 阿寶用這個, 這個, 的能力, 阻止阿古哲司, 的墜落, 但是這裏就是, 你找一部伊利坎然, 突然之間, 他可以蒸化, 然後跟著他可以做到, 他還可以有超回復, 可以機械收服, 喂, 這些是三一射線啊, 所以不是說機箭搞他了, 所以剛才說, 他每一集都幫助他, 加一新的技能, 新的系統下去的, 但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加下去, 那部Full Arm呢, 那部Full Arm也算了, Full Arm也合理, 只是一個重炮手, 都是一個合理範圍, 但是, 喂, 我真的接受不到, 突然之間, 將這部伊利坎升為神啊, 他跟著還可以做一個, Master A Sir式的, 雙手, 砍砍砍砍砍砍, 然後就打爛了, 2000元的大棺材, 即是馬沙那部機, 那部機器的模型成2000元, 好像要, 馬沙那部機器, 我突然之間覺得, 我是在看宇宙怪獸片, 佛祖出現了, 直立式棺材, 做了一些, 我不應該在Gundam見到的, 戰鬥場面, 那些像熱民的癡手, 那這個佛祖, 但是你經歷三千多世全世, 看到未來世幾空虛, 大天世界多麼偉大, 我覺得, 真是完全, 這套東西是, 真是失望的, 即是你說, 失望到的程度, 即是比AGE更深深, 即是AGE我們看上去就知道, 在第一季就知道他爛的, 我們預了他爛的, 即是沒有期望的嘛, 即是這套東西, 一套完全敗筆的作品, 無論是, 以這個OA來講, 我們要加上, 劇情上, 他唯獨成功的, 是拿一種叫感覺的東西, 但是你認真去看回整個故事, 整個物落, 他所有東西他是沒有說的, 還有他將一些很簡單的道理, 用一些很迂迴, 很複雜的方法告訴你, 而令到你好像覺得, 是不是很深奧呢? 這件事, 但其實不是, 是一件很顯千的事, 還有一件沒有解的答案, 其實老實講的, 我不是說去到, 我不是很喜歡Gundam, 因為Gundam很多時候, 其實拿的東西就是, 他拿一個很大的對立面, 一個分裂的題材, 去做一個故事, 而這件事是你解決不了的, 而他最後就是, 他用一個, 冷系解決的方法, 你要知道UC系列, 過往每代的處理方法員, 就是有一邊打贏了另一邊, 其實聖者為王論, 是的, 但問題是這裡不是, 這邊是說得了, 而近期, 無論AGE也好, OO也好, 都是類似這種類型的意識形態, 我覺得近代的高達, 其實你說吸引不了人, 少了一種真實系, 戰爭的修理, 你是給不到我的代入感, 其實當時你戰爭的東西就是, 他在舊世代, 其實舊世代他沒有解決過這件事, 他一直都說, 我是解決不了的, 我是解決不了這件事, 去到新世代, 很多時候他避談這件事, 我打魔王現在, 平成那三套, 總之現在就是什麼, 做到的定位就是, 總之你是惡, 我是正義, 正義打邪惡, 即是你的主角度向, 會有些, 但他都是非UC系做的做法, 你不是, 其實你現在, 你UNICON做到這個地步就是, 他在說的是意識形態的東西, 是不會用簡單單單幾句對白, 甚至你這套東西, 在這一節裡, 你是要做五、六集的OVA的文氣, 不是, 我不同意, 他這個是意識形態的包裝, 但這個是核心, 他的包裝是做不到的, 那就失敗了, 正如你剛才所說的, 他是deliver的那種感覺給你, 感覺是什麼呢, 感覺就是舊世代機體, 好似真實系的戰鬥, 在舊世代機體那裡, 其實你要想起一件事, 你高達做了這麼多年, 看那一代人是大過了, 如果你用挖掌好像很小的, 就好像不行, 他用了一種很圓的方法, 去deliver出來, 但這件事好像沒有解過, 他不是用很圓的方法去解決性, 他是用一個, 不能夠令人信服的方法, 總之我解決了, 你不要管, 你這件事, 我覺得不是舊世代高達的, Benz是希望看到的東西, 就是他希望看到的, 舊世代高達是有一種, 即是叫做什麼呢, 他們的角度來說, 他們是一種反思, 是一種, 即是說, 他不是告訴你一個答案, 他提出了一些可能性給你, 可以這樣做, 但他不會給你一個真正的答案, 但這裡他是說, Oderley講完所有東西, 沒有人知道是怎樣的, 但那個手法教, 那個手法就是, 你都不能夠接受這個手法, 還有就是剛才我說的東西, 就是你自護的軍服, 去做這個行為, 你新世代, 你假假地, Langus, 他都叫做什麼, 我現在不是這邊, 不是這邊, 我中立的, 這隻粉紅魔女講的東西都教, 但是說, 至少在他立場上, 兩邊都追殺我的, 但我現在兩邊都幫, 起碼好過一點點, 現在就是一個, 自護的公主, 跟你講這一堆說話, 而且這一堆說話, 完全有利於自護, 你這樣認為, 這個是一個就是說, 原來UC搞了那麼久, 就是為了這一幕, 不夠衝擊, 而接著, 可能他為了衝擊這件事, 就弄了一個藍斗水, 你跟他不斗出聲權給你看看, 這些應該叫公關災難, 我有一個朋友朋友看小說, 他在說, 最後原作小說, 好像不是盾牌檔的, 是手檔的, 盾牌一定是神級, 你不要理會盾牌檔還是手檔, 總之就是機體性能, 自己加吧, 就不想加就加下去吧, 他的可能性之受, 是說, 對這個細局的可能性, 不是他機體的可能性, 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不過其實有人要問, 就是, 他的NTT由紅光變綠光, 其實他意義在何事? 他是這樣說的, 你是獨光獸的心, 即是, 當個獸是無情的, 他是吹頭獸身類的, 但你的心就是他, 當我這樣理解就是, 你的心昇華到一個地步, 就可以將他由紅光, 即是殺落的, 變成綠光, 拯救的光網, 是這樣搞的嗎? 是的, 機械人共通裡面, 綠光是很重要的, G and not G? 我們知道藍光是電氣好加的東西, 不是, 綠光是很重要的, 綠光是, G石啦, 其實是很多, 很多的機械人作品, 他們的共通, 很多超級機械人作品, 是的, 他們的共通點都是綠光的, 更加低藍落珠, 也是綠光的, 交加加也好, 這個超重神也好, 是很多, 連三一射線都好, 都是綠光的, 綠光是很重要的, 但是, 究竟在這裡的重要性是什麼呢? 你不要問我啦, 喂, 假定是, Yuriko是超級高達, 所以他都是綠光, 那這個我認同的, 哈哈, 作為一套, 叫做, 舊世代的終建, 你可以說舊世代的, 我想應該不會再有舊世代的作品出現的了, 理論上, 對我Origin, 不, 都由前傳來的, 沒關係, 前傳算是, 我馬沙爾前的事, 前傳啦, 我覺得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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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句號, 我覺得, 好噁心啊, 我來看M.S.V故事, M.S.V故事還好多, 靜實很多, 有很多改裝機, 有很多改裝機, 我明白就是, 好老實說, 我都明白就是, Gundum作為一套, 一套三十分鐘的廣告雜誌, 這裏是一個一小時的廣告雜誌, 不要管它多久時間, 一套廣告雜誌, 買機體, I am說得對的,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它機體一定是要負 feel, 我說好看而已, 那個位置不是重要, 沒有說過, 對他們來說都是重要的, 手入的來源, 你要令到機體吸引, 老實說, 那個機體會負到就是, 我舊世代, 那一班, 出現了, 實在是銀包的可能性啊, 當然, 以前的東西, 沒所謂, 當然這些東西的想像, 可能他覺得, 沒有, Gundum Bill Faker, 不是課了小孩子嗎, 那這套東西當然是課大人, 老實說, Gundum Bill Faker有一個改過的嘛, 你課大人, 我都是這樣說, 對一班UC的人來說, 感覺重要, 故事更加重要, 他們為什麼這麼喜歡, Gundum這個系列, 正正是因為整個龐大的系列, 他們整個故事是不會突然之間, 出爆以神獎出來給你看的嘛, 立德水利拳啊, 或者北斗七星拳給你看的嘛, 或者有隻玻璃, 玻璃波羅咪的, 新港舟出來的嘛, 那一部東西我看到之後, 我第一次看到有什麼, Overman, Overman後面有個, 有個圈圈的嘛, 他說, Overman上身啊, 我知道都是副野的作品, 沒錯啦, 這又不是洋蔥圈, 他這個叫多拉A王, 大托時光機, 遊歷這個世界, 洋蔥圈啊, 整個我都是說, 我是, 我對這套東西, 老實說,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有沒有人可以說服到這套是一套好的作品, 或者你解釋給我聽, 我問題的, 老實說, 我個人很豁達的, 你講得通我受的,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但是, 我相信應該沒有什麼人可以講得通這個故事, 特別是第七集, 第七集固然, 即是第六集, 你出去畫什麼, 有可汗性, 柳蕭蕭那裡, 很有那種政治的題目, 我沒有講明給你聽, 但是你應該解釋到的, OK, OK, 就是, 你知, 我知道, 大家都知道, 平民不知道, 他們政治水平低, 不用管他們, 但是第七集, 手段任何東西的話, 如果你覺得, 這樣是一些很高張的政治手段的話, 福姐, 麻煩你, 你回去睡覺吧, 真是很認真說一句, 我真是對, 第七集的內容, 講出來之後的所有的解法, 是, 二小頭六集, 給我, 即是告訴你, 什麼呢? 那傢伙九五達八, 全方都九五達八, 應該是, 這樣明白的, 新人類的東西, 我又不是新人類, 我當然不知道, 可能他們內心裡面, 已經講了很多對白, 即是表面講一句, 喂, 噢, 明白了, 再見, 這樣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的了, 其實, 好啦,那我們今天這集就知道了, 對啦, 那下一集說什麼, 噢, 你知道的啦, 拜拜, 大家感應一下自己,